富邦集團董事長蔡明忠今天現身談到景氣 她認為說台灣的經濟是不看壞 不過現在讓外界放好奇的是 富邦的第三代接班團隊似乎是悄悄成型了 但蔡明忠今天是回應說自己還滿年輕的 兒子離接班還很遠 事實上我並不對台灣的經濟的發展這麼看壞 我慢慢經濟也在復甦了 久違現身的富邦集團董事長蔡明忠 親自給台灣景氣一技強新增 就是因為看好產業競爭力 我是覺得台灣基本上來講 我們的產業的基礎是發展很完整的 然後包括說未來可能現在這個新的AI產業 我們有很多的在AI產業鏈裡面的 這些冠軍企業 經濟前景洞見觀瞻 而富邦集團走過31年 如今也正式啟動第三代接班 高雕身形帥氣長相 這位站在蔡明忠身旁的就是他的長子蔡成道 32歲幾乎沒有出現在螢光幕前 如今正式進入富邦娛樂擔任董作 我不能再談我兒子了 因為我上次講說他遺傳到我天之不足 回家已經被我老婆罵死了 他認為說我兒子當然比我好 而且兒子滿是柔情揭秘富邦集團 華盾商學院求學成為古神巴菲特 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學弟 學經歷面面俱到才正式進入集團 未來的第三代可能 在整個集團的劃分上面也是兩大飯集團 但是應該還是不會分家的一個狀況 至於說個別公司由誰來掌管 我覺得目前為止來說都還在協調之中 而富邦金控董事長蔡明星獨子蔡成如 今年也進入富邦金董事會 並接下富邦仁壽副董一職 未來堂兄弟們該如何分工 發揮所長成為最大課題 東森財經新聞 柯黃明如雅真 綜合報導